1月4日 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一枪 在这里大响 1931年918时定 揭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虚拟 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 短短四十多天 中国东北半壁大好河山拱手相让 民族奇耻大辱 让国人愤恨不已 11月4日 黑龙江的一位小个子军人 黑龙江省代主席马湛山 甩步在嫩江桥迎敌抗计 从此 这一枪犹如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唤醒全国民族阶层的抗日热情 反侵略的浪潮席卷全国 918事变爆发后 同年10月 日本关东军无礼要求中国军队彻离江桥 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 兼军事总指挥的马湛山拍案而起 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 6日 伟军张海蓬布向嫩江江桥发起机构 马湛山率部将其机会 他明确表示 武奉命为一省主席 首途有责 一席尚存 军不敢使尺寸土地 沦于一族 3日 马湛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4日 日军出动7架飞机掩护 4000士兵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掩护下 向江桥发起猛烈攻击 马湛山率级命命守军奔起团机 深圳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全面爆发 双方军事实力差别巨大 日军先后集结多个师团 3万余人 另外有伪军三个团 还有相当数量的轰炸机和各种山炮 野炮 重炮等先进武器 以及充足的作战物资 而马湛山所率领的黑龙江守军兵力 只有徐宝珍卫队团的1.3万余人 兵临前线指挥抗计 挫败日军多次进攻 血战江桥抗战 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马湛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 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虽然最终失败了 但英勇的黑龙江守军 面对几倍于几的敌人 毕伤日伪军六千多人 自己伤亡两千多人 这就是打响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战 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二年的今天 一二八松户抗战爆发 为转移欧美各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炮制围满中国的注意力 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继承事实 日本侵略者决定在上海发动进攻 政府提出道歉 承兄 赔偿 解散抗日团体 等四项无礼要求 一月二十七日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将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 限定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时以前 给予满目达布 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虽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表示 完全接受日方的四项无礼要求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 攻占天通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 驻护第十九陆军在总指挥蒋方奈 军长蔡平台指挥下奋起抵抗 第二把松户抗战爆发 武防守战 松户抗战 抗战三十日 过时日军三度增兵 四亿统帅 打破日本帝国主义 速战速决的使徒 不愿 在英雄的灭墙干预下 日本与国民政府 在上海签订了不平等的 上海停战协定 中国军队失去了在松户地区的驻军权